假如要还原一件道具 你会选择哪一个 如果是我的话 这得好好想一想了 这还用想 是我 我肯定选工具箱 以前合成物品 只需要一个工具箱 可是现在呢 各种各样的工作台 而且工作台也不是白来的 不光先要用岩石和绳子 合成空的工匠台 然后再用岩石块和小木棍 合成创造锤 这样一套麻烦的流程下来 才能有一个实质的工匠台 更别说其他的了 这样一来 我们老玩家都不知道该咋合成了 更别说新玩家了 所以还原工具箱 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么说起来 是有点道理 那是应该还原工具箱 什么呀 我不服 要是还原一个道具 我肯定选择地心之眼 那可是找地牢的神器 完生存有地心之眼之路 那不是闭着眼就能找到地牢吗 而且地牢探险特别有意思 尤其是打开宝箱 收货东西的时候 超级开心 不像现在 我找了一天都找不到一个地牢 给我人都找麻了 还被奶酪吵架我飞球附体 所以如果还原一个道具 我肯定选地心之眼 听七七这么一说呀 地心之眼也很重要 哎呀 你们这都不行呀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就只能还原一件道具 要还原肯定还是黄金水果 说起来 我都好久没吃了 一想起黄金水果的味道 我都流口水 它的味道太特别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它 非要用一句话形容它 此味只因天上有 人间难得几回闻啊 波云 怎么牵扯到这方面 你就这么激动啊 就一件道具 那我肯定选择还原金闪套装啊 穿上金闪闪的 多拉风啊 还能抵抗魔法攻击 简直就是颜值与功能并存 而且闪金套装 只需要通过挖矿 就可以获得 根本不用跑到什么蒙眼星 或者空岛 太麻烦了 要还原肯定还原闪金套装啊 听你们说完之后 我更纠结了 小伙伴们 快告诉我 该还原哪个道具呢 小伙伴们